第二十三章 仇家 君灵坐在一旁听着这些人说话,他的心里却已经是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在心里想着,若这些是郁家的人,难道说,鸣凤的出现已经引起了训兽士家族的注意? 若真是这样,事情可就好玩了。 险伏在身边的危险又多了。 想到这儿,他并忍不住低声叹息。 很快郁家的人就走了,这些时刻又开始交头接耳地说起别的事情。 哎,你们听说没有,住建士家夏侯家的二少爷,途经咱们安城的时候居然病倒了,就连安家的四间联奥师出手都没用呢。 这安家主和夏侯家的人已经对外公布了,若是可以治好夏侯家的二少爷,必有重赏啊。 啊,你说这事啊,我也今天早上听说的,我听华言的表哥说,这二少爷是一个很好的人呢,对百姓很好。 还是夏侯家上下的掌中宝呢?救了二少爷的,一定是夏侯家的恩人,到时候就真是飞黄腾达了。 军灵毛子咪了咪,把碗中的百米粥吃完后站起来,住建士家夏侯家,是大家族中排名前三的士家。 他们家的二少爷,肯定是金增玉贵的,这样的人出行的时候一定有飞行兽。 想到这儿,他笑了笑,给了酒楼掌柜一顶银子,便朝着外面走去。 询问了路人,顺利找到夏侯家在安城的居住的地方。 看着上面挂着夏侯府三个大字的气派府邸,想到里面的主人出门时,是人人献艳的。 想到自己,却是被遇人人喊打的独女。 军灵暗叹老天是多么的不公平。 的确让他穿越,成为大势里要亡谷的嫡女了。 问题就是,这嫡女的处境真心地让人堪忧,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追上。 他这是穿越成了倒霉体了。 夏侯府外守着六个配长剑的护卫,看着长相娇美的女子朝这边走过来。 其中两个护卫上前,拦住军灵的脚步,沉声地问道。 姑娘,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离开。 要不然我们兄弟就不客气了。 军灵闻言,看着这些虽然想要自己离开,脸上却没有半分恶意的护卫。 这让军灵对夏侯家倒是高看了几分。 都说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这些夏侯家的护卫,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夏侯家的家奴就高人一等。 足可见,夏侯家的掌权人欲下严苛。 军灵淡淡说道。 哦,听闻你们夏侯家现在在寻找董依和炼药的人。 不巧,小女子董依,想要进去给你们家二少爷看诊。 还望两位大哥进去通传一声。 他虽然不会炼药,可他以前是一毒双绝的佣兵,所以这夏侯家他是一定要进去的。 两个护卫面面相去,然后看向眼前的女子。 就在他们想着要不要进去通报一声的时候,军灵已经出手了。 他一把扣住其中一个护卫的手腕,另外一个护卫剑撞,想要把剑冲过来,却被扣住手腕之人阻拦下来。 他看着这个才到自己肩膀的小姑娘正认真的为自己诊脉。 他突然有点相信他说的话了,所以才会拦下想要对他出手的兄弟们。 好一会儿,军灵放下护卫的手,似笑非笑,打量着护卫一言。 你曾经呢,被重物撞进了双腿,即便后来服用丹药,又经过治疗。 可是每到阴雨天的时候,你双腿都会感觉到酸吗? 寒冬的时候,还会疼痛难忍。 护卫闻言,眼睛都亮了。 没错,的确是这样。 说完后,他看向军灵的眼神中,都戴了几份恭敬。 姑娘,请赶紧随再下来,我这就带你去见管家。 军灵在管家的带领下,如愿进入了二少爷夏侯珍的房间里。 他看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夏侯珍。 醋梅坐在床边,开始为他诊脉。 几个呼吸的时间,就有几个人闯了进来。 一个穿着红衣,脸圆圆的姑娘,看到军灵的时候,眼睛都喷火了。 林芒过来把军灵推开。 哪里来的夏锦人? 是芸汐你坐在真哥哥床边的,赶紧跟北小姐滚出去! 军灵站起来,猝眉看向这红衣女子。 十七八岁左右,脸圆圆,眼睛大大,皮肤白皙,唇半有点厚。 若是在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来看,这蠢很性感的。 若是忽略他凶神恶煞的样子,这姑娘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这个样子,让军灵对眼前这姑娘没有半分好感。 他扫向姑娘身后跟着进来另外两个二十来岁的男子,语气冰冷淡淡说道。 哼,瞧着姑娘穿得人模人样的,可惜的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军灵的话,瞬间让红衣姑娘和身后跟着的两个男子脸色都变了。 红衣女子想也不想,巴掌就仰起,想要抽死军灵。 就在她巴掌要落下的时候,被军灵狠狠地捏住了。 不要得寸进尺! 说完后,用力地把红衣姑娘推到一边。 她看向不打算开口的管家,淡淡说道。 既然夏侯管家无法保护进入你府中的大夫,那么这夏侯二少爷不就也罢了。 说完后,她看也不看在场的人朝着房间外走去。 而管家再听到她的话,已经是冷住了。 她以生平最快的速度,拦在军灵跟前。 哎,哎,你,你能救我家二少爷? 她的眼中满是期望,又隐隐带着担心。 担心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担心这一切都是假的。 担心这姑娘刚刚没说过这样的话。 军灵看着担在自己跟前的管家,冷笑。 哼,我可以说,这府天之下,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救得了你们家的二少爷。 雨碧,她呵呵冷笑。 哼,哎,只是啊,我现在不乐意救了。 说完后,她一个闪身,就已经是越过夏侯管家,走出了院子。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包括那红衣姑娘。 她们都赶紧追出来。 那红衣女子飞升而去,她落在军灵身后,长剑架在军灵的脖子上,沉声地说道。 救她,否则我杀了你。 军灵看着那剑尖,突然笑了起来。 严灵般的笑声传入在场人耳中,确实带着几分寒意。 她没有回头,语气冰冷淡淡说道。 就冲着你这样的态度,本姑娘也不会出手救她。 红衣女子听闻军灵说不会出手救人,立马怒了。 拿着长剑的手中了几分。 军灵的脖子上,顿时溢出鲜血。 跟在后面出来的夏侯管家三人都愣住了,管家马上走出来,带着几分哀怨。 安姑娘,老奴求你了,赶紧把您长剑拿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她心里是愤怒的,这安家姑娘还真是任性得很。 若是因为她,这女大夫真的不愿意出手救少爷,夏侯家的人一定会怨恨死这安姑娘的。 安倩云看见夏侯管家的样子,不耐烦地说道。 滚开! 轻儿,若是这女人不去给夏侯家二哥哥医治,我就杀了她。 和安倩云一起来的两个男子中,穿着轻衣的男子终于是看不下去。 沉生说道。 倩云,马上把你长剑收回,要不然,修怪大哥不客气了。 说完后,她还忍不住瞪了身边,穿着蓝衣的弟弟一眼。 那样子就像在说,瞧瞧,这都是你们惯出来的,一点道理都不讲。 军灵已经失去了耐心,趁着安倩云不注意的时候,一个闪身,躲开了她的长剑,一脚就朝安倩云肚子踢去。 哼,本姑娘最恨的,就是有人拿剑指着我。 不要以为你是安家的小姐,我就怕了你。 安家二少爷安海云,马上走过去扶起自家妹妹,脸上还带着怒意。 你这个贱人,居然敢替我妹妹? 我安家不会放过你的。 海云,你给我闭嘴。 马上给这位姑娘道歉,然后带倩云回去。 安藤云板着脸,扫向二弟和小妹,表情很是严肃。 大友若是弟弟妹妹胆敢拒绝,他马上就把这两人关禁闭的想法。 安海云和安倩云都不怕自己的爹娘,却担心这个年长他们几岁的哥哥。 安海云不敢挑战哥哥的权威,看了军灵一眼说道。 对不起,在下也是急了,这才会出言不逊的。 希望姑娘不要往心里劝。 还有我妹妹倩云,她其实是很善良的。 只是看到夏侯二这个样子,她担心极了,才会这样失礼。 希望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伸出援手就下侯二。 军灵看向安海云,这倒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反应也足够快。 只是她军灵不是圣母白莲花,做不出那些虚与伪仪的事情,也不屑做这样虚伪的人。 小女可不敢当,也当不起你们安家少爷和小姐的对不起。 说完后,还是要离开,就看到穿着轻衣的安腾云,已经站在自己跟前。 她看着军灵,一板一眼,一字一句说道。 姑娘,是在下较地较美无放。 浅云伤了你这件事,在下一定会给姑娘一个交代。 只是希望姑娘能出手,救一救夏侯二少。 她为人善良和气,绝对值得你相救的。 管家闻言,也快步走过来,跪在地上。 她满脸哀求。 姑娘,求求你了,救救我家少爷吧。 哪怕你要老奴给你做牛做马,老奴也是愿意,只要姑娘出手。 龙溪的炼药师,还有一些懂医术的人全都找遍了。 每一个人都摇摇头。 军灵是这一段时间,唯一一个说少爷有救的人。 明知道对方只是一个小姑娘,夏侯管家也不管了。 只要有一丝希望,她都不敢放弃。 她现在是多么地后悔,若是自己吩咐下人,不让安家的人来,这样就不会得罪这位姑娘了。 指不定现在这个时候,少爷已经被这姑娘救活了。 不得不说,夏侯管家这一刻,是真的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军灵的身上。 她已经在心里想好了。 若是军灵不答应,她哪怕是磕死在这里,也要阻拦军灵离开。 二少已经昏迷好些天了,眼看着身体越来越弱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熬到要王谷的人到来。 军灵看着跪在地上的老人,她虽然活得随心,却不是一个真正大惊大恶之人。 何况,她也没有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她想了想,随后看向安倩云和安海云,又把视线落在安藤云的身上。 想要我出手就夏侯二少? 可以。 安藤云和夏侯管家文言脸上都多了几分感激的笑。 只是不等他们开心多久,军灵就给出一个但是。 但是,我不想眼前有碍眼的东西存在。 安藤云文言脸色变了变,只是瞬间她就明白军灵的话。 她看向身边的弟弟妹妹,没有细想,直接说道。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在这里看着。 自己妹妹这样对这位姑娘,人家生气,不想看到妹妹是应该的。 安倩云还想要说什么? 安藤云给了安海云一个眼神,吓得安海云立马把妹妹半推半拉,带离了夏侯家。 安藤云看了看军灵脖子上的伤口,那一抹心血是多么的刺眼。 她掏出帕子低声说道。 姑娘,先处理一下你的伤口吧。 金灵美好气地扫了安藤云一眼。 拜你妹妹所赐,回去之后告诉安倩云,下次遇见我,最好态度放好一点。 否则下次,就不会这么好运气了。 现在不是和安倩云计较的时候,只是这仇他记着了。 安倩云让他留一滴血,日后他就双倍奉还。 等着吧,这一切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 金灵没有接安藤云的帕子,而是在管家的带领下,去了夏侯二院子里的乡房,处理了一下脖子的伤口。 等到他把伤口处理好,这才走到夏侯二房间去,他再一次认真地为夏侯二少诊脉。 最后的结果让他眼眸微微地眯起,他满心的疑惑,却也只能把这些疑惑给藏起来。 夏侯二少,这是中毒了? 而且中毒时间不短。 三天之内若是不解毒,他只有死路一条。 军灵看下安藤云和夏侯管家,这不是夏侯两个人,若是不尽快解毒,夏侯真也只能成三天。 两人闻言后,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安藤云连忙问道,姑娘,你能解毒吗? 虽然这姑娘说了,夏侯二少中毒的时间不短了,可是这件事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 至少在外人眼中,夏侯二少爷是在安城中毒的。 他作为安城安家嫡长子,未来的家主,要做的就是维持好和夏侯家之间的交情。 在这前提之下,就是夏侯二少不能死,至少不能死在安城。 夏侯管家也积极追问, 就是就是啊,姑娘既然知道是什么毒,一定可以解毒,对不对? 君灵点点头 嗯,的确可以解毒,只是需要的药材比较多。 你说,安家和夏侯家负责解决药材的事情。 安藤云马上说道,只要夏侯二少爷没事,只是药材的事情,他们还是可以解决的。 君灵把需要的药材都罗列出来,然后交给夏侯管家和安藤云。 你们只有一天时间收集药材,一天之后,我也没有失足的把握,因为时间不够。 安藤云拿着药材单就走了,夏侯管家安排君灵在夏侯家住下。 君灵也没有推脱,对于他而言,住在夏侯家是最安全的。 至少牢山无鬼的人,不敢堂而皇之地找他的麻烦。 到时候,帮夏侯二少解毒之后,他可以提出要求借用他们的飞行兽离开这里了。 他百分百相信,若是他救了夏侯二少夏侯真,别说是借用飞行兽,就是药以偷飞行兽,他们也不会拒绝。 只是君灵不会这样做,他单纯借用。 对于夏侯家而言,这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君灵的救命之恩还是在。 夏侯家就等于是欠君灵一个天大的人情。 夏侯家的人情啊,还真的是很重要呢。 日后他和药王谷之间的恩恩怨怨,肯定会算庆的。 他不敢保证夏侯家和君海亮的交情如何,到时候他可以用这个人情,要求夏侯家不掺和这些事情。 站在窗子前,看着不远处摇曳在风中的花朵,他陷入了沉思。 夏侯真中的毒,是当年臭老怪研制出来的。 按常理来说,这种毒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除非臭老怪也穿越来了。 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 给夏侯真下毒之人到底是谁? 他们想要干什么? 臭老怪脾气古怪,身份也诡异得很。 他研制出来的东西,可以说破天之下只有他君灵可以解。 原因无他,则是因为,当年为了和臭老怪对着干。 只要他研制出来的毒药,君灵都会想封设法研制出解药。 十多年的斗智斗勇,他的所作所为,把臭老怪给气得跳脚。 不得不说,安家,不愧是十大家族之一,不愧是北秦的顶尖势力。 不过是十几个时辰,君灵要的药材,就全都送到夏侯府,君灵的跟前。 君灵看着有点疲惫的安藤云,估计他为了找寻这些药材,没少受累,他笑了笑。 有这些药材,夏侯二少爷的毒,就可以解了。 君灵只是花了半天时间,就把解毒完炼制出来。 他炼制的药丸很简单,和圆武大陆炼药师炼制出来的丹药完全不一样。 夏侯管家和安藤云,看着盒子里放着的黑乎乎的丹药,忍不住看向君灵。 两人的脸上都带着疑惑。 这,这,这真的是解药? 两人都不懂医术,也不是炼药师,自然不知道这药丸的药效如何。 第二十四章 修为备废,四肢皆断。 君灵没有回答,直接把药丸喂给夏侯针咽下。 他的动作很粗鲁,一点都不怜惜躺在床上的男子。 夏侯管家瞧着哪个心疼啊。 他们金尊玉贵的少爷,姑娘怎么可以这样粗鲁呢? 就在解药喂下去不到半克中,就有护卫匆匆忙忙走进来。 管家,出事了,好多些人围堵在府外,要求我们把姑娘交出去。 夏侯管家闻言,和安腾云对视一眼,他沉声问道。 可这他们是谁?都是龙溪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些家族子弟。 他们说,我们包庇杀害前往药王谷吊咽英雄们的人。 护卫说完之后,还忍不住看向军灵,他对上姑娘那双冰冷的毛子,马上吓得低下头去。 安腾云看向军灵,他当初也去了药王谷吊咽。 只是他时间紧迫,只是在药王谷待了不到半天就离开了。 药王谷血流成河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知道。 当时他爹娘还在庆幸,他没有在药王谷逗留,要不然,事儿可就大了。 他脸上的文雅散去,转而变成一个沉稳的人。 你是谁? 对上他闪视的目光,军灵也不闪躲,淡定地回了一句。 军灵? 军灵? 药王谷递出大小姐的名字。 据闻,当初那个女子杀了军灵之后,伪装她的身份,到药王谷去大开杀戒。 若是没有看到军灵之前,他也相信那些传言。 可是在看到他这个人的时候,安滕云一点也不相信传言。 这样一个眼神精彻的女子,一点也不像是杀了那么多人的人。 他接着问道。 药王谷大小姐叫军灵,你也叫军灵。 本姑娘,就是药王谷军药王的嫡亲孙女。 你说我不叫军灵应该叫什么? 她冷笑。 哼,天下人都被军海亮蒙蔽了,就是不知道安少主是不是愚昧无知的人了。 军海亮还真是打得一手的好算盘,想要用刘延飞语逼死他,还想要利用人性的贪婪,让他成为北狱的公敌。 这样的人着实可恨。 夏侯管家惊讶地看着军灵,好一会儿才张了张嘴。 你真的是药王谷,军药王的孙女。 她有点不敢置信,这姑娘居然是六大势力中唯一一个废物大小姐。 更想不到,今天出手救了少爷的人,就是这传说中的废物。 哎哟,她老人家的心脏真是经不起这样的惊吓,特别是外面找上门来的人。 军灵像是看出夏侯管家的想法,毫不在意地耸耸肩。 没错,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废物大小姐。 说完后,她忍不住讽刺的冷笑。 废物的是本尊,只是她现在是军灵,接受了本尊所有的一切。 至于这废物的名头,她早晚会用拳头来洗刷曾经的冤屈。 夏侯管家无视近来报信的护卫,赫赫笑着说道。 哈,那只是世人传言罢了。 我们家的家主和夫人曾经说过,世人多愚昧,看不清拎不清。 所以大少爷和二少爷在夫人的影响下,可是从未觉得姑娘是废物,姑娘多虑了。 军灵抿了一口茶,淡淡说道。 世人的想法,与我何关? 她军灵做人做事,只求自己舒心,只求不愧对自己。 对于世人如何,她还真是一点都不在意。 若是真的在意他人的看法,当年她也成不了拥兵界人人畏惧的独一双绝的魔女了。 太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活得太累,这完全违背她的初衷。 安藤云对于她的回答是诧异的,这姑娘的与众不同,还真是一次一次让她大开眼界。 不在意自己名声的女子,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就像她妹妹这样,任性的姑娘,若是被她知道,有人在她背后说坏话,她都会挥着鞭子找人麻烦。 外界那些人把军灵说得还真是如同魔女转世,很多人提起她的名字都忍不住说一些难听的话,她居然一点都不为所动。 去告诉外面的人,我夏侯家没有他们要找的人,若是还不速速散去,就等于是和夏侯家作对。 夏侯管家在面对军灵的时候,瞬间就做出了选择。 她要护着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女娃。 当年若是大小姐有这样的心性,也不会在发生那件事之后选择了自杀。 那是家主和夫人两位公子一辈子的痛。 也许是因为这样,夫人才会说,军灵不会如同外界传言那样,相信的人都是愚昧的。 她敢挑战世俗,就冲着这一点,已经足以让夏侯家的人护着她了。 夏侯管家的话,倒是有点出乎军灵的意料。 在她认为,就算夏侯管家不会把她推出去,也会想办法悄悄地把她送走,至少不能留在夏侯家里。 可是现在瞧着,事情还真是和自己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夏侯管家,正是要以夏侯家族的名义护着她。 安藤云想了想,大步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走到房间门口,她转身看着军灵。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出去。 有我安藤云在,这些人不敢动你。 这一刻,无关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想护着她罢了。 想到这儿,她忍不住有点苦笑。 她还记得一个月前,自己在白家看到手脚被打断的白天宇时, 她还感叹,她为了一个才认识的女子,忤逆自己的父亲, 导致被剥夺少主的身份,还费了修为被打断手脚,有点不值得。 白天宇却说,只要你想去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哪怕是死。 一个月后,她自己居然去想着要护着这个女子。 无关情爱,只是为了那一份与众不同。 君灵觉得安腾云看自己的那一眼,有点莫名其妙的。 夏侯管家护着自己,她可以说是因为她出手救了夏侯二少。 那么安腾云呢? 她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还真是有点想不明白。 君灵想了想,最后还是跟了上去。 只是安腾云速度很快,君灵走出院子的时候,她人已经不见了。 夏侯管家想要去追,走了几步,又想到自家少爷这里离不开人。 她连忙吩咐两个丫鬟好声护着少爷,这才跟着出去。 君灵没走多远,就听到前方传来打斗声。 不知道是什么人使用了玄技,让君灵站着的地方都感觉到震了震。 她想到了安腾云,连忙朝着外面走去。 远远就看到,两人从高空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摔下。 只要一眼,君灵就认出那摔下的男子,是带领郁家子弟寻找九首鸣凤的人。 另外一个是安腾云。 安腾云摔下来的方向,正是君灵这一边。 她想也不想,一跃而起,扶住了就要狠狠摔在地上的安腾云。 你没事吧? 安腾云看到君灵的时候皱眉。 你走出来干什么? 都说了,让她在里面待着。 这个女人还真是固执,日后娶了她的人一定很头疼。 君灵早向围在不远处的众人。 这些人都用猎人看猎物的眼神看着自己,她冷哼一声。 这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若是我不来,他们岂不是很失望? 安腾云唇角动了动,最后只能是微微叹息一声。 她站在了君灵跟前。 平日里温和的毛子也染上几缕寒意。 是我龙兴氏族的子弟,现在马上离开。 若是跟着其后,那就是和我安家作对。 穿着紫衣的男子文言,忍不住哈哈笑起来。 哈哈哈哈,安腾云,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维护吧。 千万不要像当初白天宇一样,为了帮助这个妖女,然后落得一个修为被废,身份被废,四肢皆断的下场。 你给我闭嘴。 安腾云听她说起白天宇,脸色越发得不好。 十大家族一直都有竞争,也有来往。 这么多年来,她最佩服的十大家族未来继承人,就是夏侯家的夏侯瑞,交情最好的就是白天宇。 现在至交好友被人拿来说事,安腾云就算是泥人,也该生气了。 何况她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 玉清禾,你这样费尽心思对付别人,还不是觊觎玉家少主的位置? 我告诉你,就算是玉明龙被歹人害死,玉家也轮不到你上位。 别忘了,你只是玉家主的徒儿,他老人家可还有一个长子,叫做玉子峰。 你少给我说那个没娘养的私生子。 玉清禾听闻安腾云说起玉子峰,脸色阴沉得可怕。 她的确是打着玉明龙死了,师妹玉清禾爱着自己,日后她可以想法子去了师父最疼爱的女儿后,就把玉家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至于玉子峰,师父找寻了她好些年,这些她是知道的,却故意地忽略了。 因为在她潜意识里,一个师生子是没有资格进入玉家的。 知道玉子峰身份的人并不多,今天却被人这样大辣辣地说出来,她绝对相信,除非她能杀完这听到这件事的所有人。 否则关于玉家主还有一个长子的消息,一定会传遍北玉,这对她可是大大的不利。 君灵则是听到玉清禾说起白天宇被废的事,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还记得白天宇,那个穿着一鞋白衣,气质清冷孤傲的男子。 在要王国的时候,人人对她喊打喊杀的时候,她站起来维护了她。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她少主的身份被剥夺了。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修为被废了。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她被打断了四肢。 想想,她就觉得全身冰冷。 那个维护她的人,那个在她受亲夫所指的时候,给她一丝温暖和信任的陌生男子。 却因为她,整个人生都犯天覆地,成为一个苟延残喘的人。 她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心中憋屈得很。 看向玉清禾的眼神,也带了几分杀意。 她现在需要好好地发泄一番,所以她动手了。 在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时候,已经到了玉清禾的面前。 她狠狠一脚朝着玉清禾的肚子踢去。 玉清禾反应过来想要闪躲。 殊不知,就是因为她这闪躲,她的一辈子就彻底完了。 君灵本意只是一脚踢在玉清禾的肚子上。 谁知道这小子反应过来,躲闪了一下。 君灵一个不慎,那脚,指尖朝着她下方踢去。 一阵悲惨的叫声传来,玉清禾捂住自己的下方,痛得要晕过去。 在场的人瞧着这一幕,都忍不住夹住了自己的双腿,企图要保护住这重要的器官。 有些胆子小的人,更是直接被吓尿了。 安腾云见状,汗炎。 这真的是传说中,那虽然是废物体质,却知书实理的药王谷大小姐吗? 还是如同传言那样,这只是一个冒牌货。 她看得很清楚,刚刚君灵那一脚的力道,绝对可以废了一个男人。 哼,玉清禾不就是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把她的师妹勾引得甘愿为了她要死要活的? 以前玉家主就不赞成女儿和玉清禾的事情。 除了玉清禾灌上了玉家的姓之外,还是因为她想要用女儿来联姻。 现在倒好了,一个废物,相信玉家主不会允许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 说来,玉灵现在这样等于是间接帮了玉家主一个大忙呢。 玉灵看着五珠那地方,疼得死去活来的玉清禾,突然笑了。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撞到我的脚啊? 这还真是的,葬了本姑娘的脚。 众人文言,瞬间觉得头上有无数的乌鸦飞过。 这姑娘还真是如同传言中的狂傲。 明明就是她把人给踢了,现在还颠倒黑白,说玉清禾自己撞去的。 最要命的就是,人家那个器官都这样了,她还嫌弃人家丧了她的脚。 玉清禾这是多遭人嫌弃。 玉清禾被气得差点晕死过去,她强忍着痛。 指挥着玉家那些人杀了君灵。 玉家的子弟看到玉清禾这个样子,心里也想着,回去之后,一定无法向家主交代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戴自立功杀了君灵。 君灵见状心中冷笑。 既然你们要冲上来送死,那就虚怪本姑娘不客气了。 虽然踢了玉清禾一脚,可是她心中的怒气依然是没有削减。 这些人来得正好,她一并收拾了。 跟随了玉家的人一起动的还有一些龙溪的世家子弟。 安藤云见状大声说道, 本少主再说一遍,龙溪氏族子弟若是动手了,就是和我安家作对。 有人看不惯,也大声嚷嚷。 现在龙溪安家当家的是你爹,可不是你安藤云,你代表不了安家。 在龙溪,不管是哪一个城池,早就有人看不惯安藤云了。 凭什么他就可以成为安家少主,成为龙溪最尊贵的男子。 龙溪安家家主是一个宠爱妻子的,也是一个痴情的男人。 一生就这么一个女人,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可惜的是,小儿子和小女儿自治一半。 和长子安藤云是完全无法相比的。 安藤云,二十一岁,已经成为七阶大选师了。 在北域,他都是数得上号的天才。 出身好,天赋好,最是招人羡慕和记恨。 就在龙溪的人也跟着对军灵出手的时候, 上空突然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安藤云的话就是我安家的话, 若是龙溪的子弟还在怀疑, 都可以试试。 与帝,一个穿着紫衣,白发的男人出现。 他身上强悍的威压,让在场的人无法动弹。 而刚刚杀了一人的军灵,额头上也微微渗出了汗珠。 只是来人的威压,并不足以限制军灵的行动。 他转过身去,对上的是一张俊美成熟稳重的容颜。 男人拿一头白发最是显眼, 一起紫衣穿在他身上, 把他的高贵和风华都展露出来。 安家主扫向军灵身边倒下再也起不来的尸体。 他们全是一招毙命, 足可见出手的人有多狠了。 他眨了一下眼睛, 随后看向军灵。 只见对方在自己的威压之下, 还能转过身来和自己对视, 他忍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着。 这药王国的小姑娘还真是不错, 不愧是军围的女儿, 有奶妇之风。 只是想到当年军药王做的那些事情, 安家主又恨不得不顾身份上前把军灵给捏死。 若是军灵知道, 他会直接翻白眼。 什么奶妇之风, 他压根就不认识自己便宜爹爹。 若说见过, 也只是在爷爷书房里见过便宜爹爹的画像罢了。 安家主, 你这样欺人太甚了。 玉清禾吃了丹药之后, 疼痛减弱, 他抬起头, 不甘心地吐出一句话。 不, 他一定要杀了这个叫军灵的女子, 一定要杀了她。 安家主文言冷笑。 小子, 若是日后被我看到你穿着紫衣, 本家主就直接扭断你的脑袋。 不伦不类的, 在这里恶心本家主。 军灵文言很不厚道地扑斥一声笑了。 这安家主瞧着成熟稳重, 怎么说出的话这么霸道呢? 因为人家穿了紫衣, 所以他要扭断人家的脑袋。 看到这样的安家主, 他突然想到那个傲娇的男人, 北浅墨。 安家主扫了军灵一眼, 只是一眼, 就让军灵的小心脏都颤抖了。 这安家主的实力, 应该是玄王级别, 他若是不动用青鸾药府, 是扛不下这胃压的。 当初在妖兽山脉对战中玄王时, 就是有青鸾药府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